中国网红林达乐 因为长相神四歌手陆寒 曾以一名陆哈活动 与几位网红组成团体ESO 靠着恶告南韩男团XO走红 然而他走红后遭了不少XO粉丝的批评 加上这样的举动可能有违法的疑虑 因此以本名重新出发 开始直播带货 月前他在直播中透露自己的月收入 高达台币2200万元 来不少网友 惊呼陆寒23岁的时候 都不一定能赚这么多钱 相关话题还多次登上微博热搜 对此林达乐紧急发文澄清 自己遭到恶意买热搜榜 并强调他早就已经改名了 但是一直被拿来做文章 占用了公共资源 因此连发了六个对不起道歉 有网友搞笑留言 希望他赞助穷苦的大学生 但多数人则留言表示 他直播时相当敬业 希望他能好好赚钱 并且依法缴税回报社会 就不会走偏 実情An zero 第二 第二 大家 一 二 二 二